在德里克·罗斯桑茨复出之后,一共出战了四场比赛,分别砍下了22分、12分、20分和23分,表现算很稳定,同时球队也取得三胜一负的战绩,可见罗斯的重要性。 目前罗斯的赛季场均得分已有18.4,仅次于卡尔安索尼汤斯。 安德鲁·威金斯场均上34.8分钟,场均17.9分,而罗斯紧上28.3分,得分却比威金斯都要高,可见罗斯的效率也是值得肯定的。 于是很多球迷问,罗斯本季如此的表现,能去竞争最佳第六人吗?或许,还是有难度,主要是因为两点,一是球队战绩,二是罗斯的出场术。 球队战绩上,目前灰狼紧排西区第十一,本季杀进季后赛希望你越来越小。 这会影响罗斯很多,第二就是罗斯的出场术。 由于伤病困扰,罗斯本季只出战43场,其中13场先发。 目前为止,罗斯已缺席16场了。 而最重要的是,和罗斯竞争最佳第六人的球员中,有一位拥有超级优势,就是快艇的路易斯·威廉斯。 威廉斯本季出战54场全是替补出战,即使球队老大托。 比亚斯·哈里斯被交易了,威廉斯仍担任替补。 目前威廉斯场均能拿19.8分2.9篮板5.4助攻,得分助攻都是全队最高。 球迷不禁感叹,看球那么多年,第一次看到球队老大时替补。 论个人数据,威廉斯比罗斯更出色,在球队中的地位和作用,威廉斯也胜过罗斯,论战季,快艇现在是西区第八。 这样来看,威廉斯的优势非常明显。 所以即便罗斯本季表现不错,场均18.4分更创下近6年新高,但因为威廉斯的存在,罗斯最终有很大几率和最佳第六人失之交臂。 推荐阅读,标风希克斯特曼,罗斯,年轻时目标MVP,这季打替补的我要拼个最佳第六人影今年爆发跟詹黄有关,罗斯。 那半个球技就偷偷看住他,他保持身体真是大师急引关键字,德里克·罗斯·路易斯·威廉斯快艇灰狼。